科学人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科学人关键字 这期我们要谈寄生虫 吃生鱼片,每煮熟的海鲜,山铲,蚊虫叮咬,养宠物 若是饮食,卫生习惯不良,我们都可能感染寄生虫 大多数人对寄生虫的印象,就是恐怖,恶心 其实地球上所有动物物种中,寄生虫占了将近40%到50% 换句话说,地球上每一种独立生存的物种,都有一个,专门演化来利用它的寄生物种 寄生虫这么普遍,但跟其他生物相比,相关研究却很少 有命名的寄生物种只有不到10%,教科书篇幅也有限 目前关于寄生虫的知识,几乎都是如何防治或杀死它们 寄生虫生活于宿主体内或体表,从宿主身上摄取养分为生 如某些单细胞原生生物,或者多细胞动物,例如饶虫、掘虫、沟虫、吸虫 还有一些节肢动物,像是狮子跳蚤界显虫 寄生虫的生命与宿主密不可分,它摄取宿主的养分,导致宿主营养不良 寄生虫可藏身于宿主的皮肤咽喉腹腔肠肺脏眼睛等想象得到的任何器官 可能破坏宿主身体组织,或是分泌有害物质,导致发炎反应让宿主生病 有些寄生虫的生活史,极致复杂,要历经期居在路上或水中的不同动物宿主 才能完成它的一生,繁衍子带 比方说肺吸虫的鲜毛状幼虫,会进入作为第一中间宿主的贝类体内 发育成不同形态的幼虫后,在感染淡水甲壳动物,例如毛蟹、虾等 在虾蟹的腮或肌肉组织形成囊种,发育成囊状幼虫 人或动物如果生时受感染的虾蟹,幼虫就有机会进入肠胃道,寻腹腔穿过横格来到肺,发育为成虫 肺吸虫可能在体内游走,损害肺部、腹腔等器官 有些寄生虫会感染动物,也感染人类,就是所谓的,人畜共通寄生虫 近年流行饲养新奇宠物,可能会有新兴寄生虫,感染人类造成公位危机的风险 不过寄生虫也并非全都有害,肠胃病学家与寄生虫学家就有研究 如虫疗法,某些沟虫和边虫,可能对治疗包括结肠炎等,自体免疫疾病有效 有些地区甚至买得到食用虫卵,实验证明,寄生虫可能是藉由,刺激肠道产生粘液 抑制免疫系统攻击肠道中无害的微生物,而发挥作用 但这类疗法都还在研究阶段,在大自然中有些寄生虫会改变宿主行为 反而提供掠食者食物来源,比方说遭到吸虫感染的鱼,会翻出肚子比较容易让鸟类捕食 或是遭献虫感染的昆虫,会改变行为跳入水中,于是成了冰围鲑鱼的大餐 科学家估计,寄生生物占整个食物网的75%,有些可能是相当于掠食者的关键物种,能维系生态系的平衡 而某些寄生活动也提供,例如控制害虫等生态服务,估计经济价值可高达数十亿美元 寄生虫学家希望能在2030年前,对超过50%的寄生物种,进行科学描述 要更认识这群陌生的亲密伙伴,甚至推广某些寄生物种的保育 寄生虫形象不讨喜,但寄生虫学家希望能够改变这种印象 毕竟寄生虫不一定,全都是敌人 我们下次再见咯